那么备份还原完成了之后呢 咱们再讲讲这个关于这个MireDB这数据库的用户还有权限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咱们之前一直都是用root用户在操作数据库是吧 那和这个Linux系统一样 咱也不能老用root是吧 这不靠谱啊 这权限过大是吧 那咱们还在生产一线还是要用不同的这种安全级别 不同的用户级别是吧 来管理这个数据库啊 那这怎么做呀 啊这么做 首先咱们之前讲过这个一个命令叫selectselectuseruser括号 这是查什么呢 查当前用户是吧 你看我当前这个用户啊 有同学说哎 老师你看你这用户不是root吗 后面怎么还跟了一圈一个localhost啊 是这个意思啊 在咱们这个mireDB数据库里啊 这个用户名不是说他这一用户名就是一用户了啊 用户名加上他的登录位置才是一个完整的用户 什么意思呢 这个root用户表示的是登录到本机的root用户 这是一个用户啊 登录到本机登录远程或者从哪个别的机器登录过来的 这是不同的用户啊 这个不好理解 我给你做几个实验你可能就明白了啊 首先咱们先查一下咱们系统里有什么用户啊 怎么查呢 你看啊 咱们当时装完数据库是不是就有这四个库 1234除了死靠的这四个库是吧 这里边头三个库是很有用的 这三个库干嘛 它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数据库啊 mireDB数据库的一些就是管理的一些数据库啊 包括什么一些机表啊 动态视图啊 什么这个什么索引啊 什么这个约束我这些乱码其他都存在这些里啊 包括用户什么都存在这些里啊 但是这会咱们的时间关系不可能讲特别细啊 这块类似于相当于什么呢 就Oracle那个052那门课了啊 那仿多曼城外后边那部分那个课啊 那么体系架构什么这些东西啊 就很花时间的啊 那咱们那大概讲一点 你知道这个东西里边就是 它是关于管理这个数据库用的这些表啊 库我就得了 比如咱们用户用户在哪个里边管着呢 在这个数据库 mirester这个数据库啊 你首先要use一下这数据库进去 然后你sew一下tables 看一下 这么多表呢啊 对 其中这张表 看见没有 user这张表就是存储咱们这个mireDB数据库里边 所有的用户啊 那咱们先看一眼这表价子吧 你看 哎呦 列还真不少 但是真正管管理来说 咱们就这三列够了啊 从来主机登录的用户名叫什么 密码是啥啊 那看看吧 select host 然后呢 user pass word from这张表 user这张表啊 你看 咱们系统里现在有这么多用户啊 你看 有同学到 哎呦 这root怎么四个呢 这四个root不是一个用户啊 这是四个用户 他表示不同的登录位置啊 比如说老师 这还是听不懂怎么办 还听不懂 我给你做个实验啊 你看啊 咱们建一个用户 create user 建一个用户吗 建一个叫什么的用户 比如建一个叫勤的用户啊 勤 是这个用户的名字 还得写登录位置 爱他 登录到哪啊 呃 用这个单线号引起来 登录到哪 比如说登录到 这个 localhost 这样 咱们先登录到百分百吧 啊 老的版本里 百分百就可以代表所有的登录位置 就本地也行 网络远程都行 就是你后面登录位置是任何 这咱们全部用过一次百分百 是吧 咱们说百分百在这个marybdb数据库里代表就是零到多个字符 相当于咱们那个说那个呃 星号 是吧啊 所有 零到多个 是吧 所有啊 那么呃 新版本不是了 新版本 他只代表任何远程用户啊 所有的tcp ip这么着远程连接过来的用户啊 tcp过来的啊 然后呢 用户呢 咱们就要捎在手连密码都设上 设密码加什么字段呢 identified by 就是设置密码为什么嘞 设置为123456啊 我这密码都设简单点吧 你看 我就立的用户 这个用户的登录位置是所有 网络 所有的网络上的ip都可以连过来啊 设置密码为123456啊 那有的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是没听明白 我跟你做错你就知道了啊 现在就用户了吧 我退出去 退出去这回咱不用root登了 my circle-u 我用勤登-p啊 密码123456 哎 给我锯了 为什么锯了呀 他给报错了 你看 他说什么 他说access denied的啊 访问拒绝了 呃 为哪个用户呢 为这个用户 叫din at localhost 啊 using password yes 啊 什么意思啊 他说您这个账号密码不对啊 其实不是密码不对 是没有这个账号 比如说老师 你不是站的一个那个用户叫勤爱的百分百吗 勤爱的百分百 那百分百代表的是所有网络连接的用户可以进来啊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从这台机器可以拿那个勤那个用户的登进来 是不是咱们试一下吧 呃 但是默认这机器没有买sircle啊 没有这命令 怎么办 装一下呗 呃 咱们把这客户端装上啊 客户端装这个 亚民sell MariaDB 这就是他的客户端啊 装上这客户端就有买sircle的命令了啊 yes啊 咱们装一下这买sircle的命令啊 买sircle 首先这个远程连接得指定-s 就是host的 你登录到哪个主机上啊 192的 168点 100点1 那是主机上我用哪个用户登录啊 -u root -p 所以我说了你看 他这用户为什么包括仨呀 你都得指定 登录哪个主机 用哪个用户密码是啥 然后呢 123456 哎 会撤 嗯 这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root啊 勤啊 用勤 勤勤来登录 啊 -u 勤 好 密码123456 你看登进去了吧 啊 远程反而能登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远程实际上的登录过来是用什么身份登录啊 是用in at 192.168.100.2 注意啊 后边这段是登录位置 是从哪个机登过来 不是到哪个机器啊 他前二这个机器实际上是用这个用户身份登过来的 这个用户身份包含在那百分百里 啊 老版本的话 那百分百 包括localhost 现在的版本 百分百只包括远程连接 啊 我 本地连接反而连不上 啊 那说怎么让他本地能连啊 你还得用入的身份登进去 您再建一个本地的呗 是吧 咱们投在哪 直接拿这个命令改不改不得了 哎 这呢 啊 百分百改成localhost 本地 回车啊 啊 Ctrl 离退出去啊 这回你再用这 一二三四五六 回车 你看 进来了啊 就是说 现在可能大家明白点 我说那句话的意思了啊 啊 你这 你这进那个库才能搜着那个表啊 Use my circle 然后再 对对对 我现在是用琴登登录进来了 看不了那个my circle那库啊 啊 对 正好这是跟你们说一下吧 你现在琴进来开始能进来啊 show database 你啥也看不了啊 什么my circle那库啊 scal那库你都看不了 为什么还没给你任何权限呢 你现在就是一空用户 没什么权限啊 我要想看那个my circle数据库 我得用root进来 23456 我进来了吧 是吧 然后呢 Use一下my circle 然后呢 再查一下 你看 这个保证了 我这个琴这个用户 又能在本地登录 又可以在远程网络登录啊 有同学老师 这个远程要是所有都允许 这是不是有点危险 出于安全考虑 咱们是不是一般企业里 说句实话 数据库一般只用本地用户就得了 因为你不管你做LAM什么的 实际上就本地用户连接 远程的过来 直接通过外部访问 是吧 他还是通 你等于返回数据库 他不直接返回你数据库 其实开这个账号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一定要通过远程调试 一般这么做 咱先把这用户 把这危险的这账号给他照破了 照破user 哪个用户 哪个用户啊 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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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百分百 这么删用户啊 删完了 你看一眼 没了吧 那时候我们再添用户 添一个什么用户啊 添一个稍微安全级别低一点的用户 确实的user 咱们签一个谁啊 如果你说 哎 我就想让这个机器 前二 前二ip 192 168 100.2 我就想让他能登进来 别的什么 尽三尽四 包括网络中其他主机 我不希望你登 那你就192.2 168.1 100.2 够了 注意啊 这是从哪个机器登的ip啊 不是录到哪的ip 是从哪个机器登 你把这个垫上 这边你看一下啊 123456 进来了 进来了 那么 如果你要说 哎呀 我想这整个一网段都能登 那怎么办 这么写啊 这边一网段啊 注意后边得用这个格式 你也别偷懒写 干24 能加上 但是没用啊 能加上 但是登不进来啊 他只认这个格式啊 325这个格式啊 这么着加一个网段的ip啊 但是生产一线 说句实话 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就是一个localhouse的多啊 称此 你多加一个ip的两ip 这出于安全性考虑啊 那好 这个啊 呃 你看为什么刚才咱们用root远程登不过来 你看这里边有root的远程登录的这个主机吗 没有 本机 或者本机通过域名登 呃 或者这本 通过这回环登 或者ipv6的回环登 就没有远程登 root用户现在远程登不过来啊 那好 那这是咱们讲用户 讲完用户 咱们说 那我刚才提那用户进来 我啥表看不见不成啊 你得授权啊 你得授权 怎么授权啊 首先咱们先看看啊 呃 privileges 这是什么权限啊 咱们先看一下 哎呀 我先拿root用户看一下啊 哎呀 哎呀 一二三四五六 我先授一下什么呢 privileges 这单次得稍微记一下 这是什么呀 这是咱们系统中所有的权限啊 包括什么out权限 你可以修改一个表 是吧 啊 privile建立试图 是吧啊 你可以delight删除表 是吧 可以job表 呃 可以什么做索引 index啊 以及这很多这个这个功能啊 update的什么的 你要想让这个用户以后登进来 有更大的权利 比如说呃 比如说我想让秦进来 我能看着死靠的这表 那你就得给他授予一些权限 比如说看死靠的表 那你得收入slag的权限 你知道着 slag的是吧 你可以收slag权限 但是你注意啊 你要只给他收slag权限 他进来只能看 可不能改啊 那咱们做一个 比如说grant啊 grant是授权的意思啊 grant的这个语法怎么用呢 比如我们要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给这个秦这个用户 以后让他进来能查询 死靠的数据库下所有的表 那怎么做呢 grant select 先写这权限 权限就是这一堆啊 就这31个啊 就这31个权限啊 呃 select 如果你要想收入权限大一点 就是二 二保持所有权限 那现在就啥都能干了啊 权限可大啊 那当然你可以二 咱先把这个小案 你先select 然后呢 对哪个数据库啊 啊 你要是对星点星 那就是这个mrdb里边 所有数据库的 所有表 前面这个星表数据库 后边这个星表表啊 你不是说只要查slag他吗 那你就 scout 他嘛 他没去slag他半天 scout的这个数据库的所有表 是吧 那这么写 让他能够查询啊 哪个数据库的哪张表 那如果你是所有表 就点星 如果就是只要查emp 就scout 点emp啊 这种写法叫schema的写法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 你大概明白 前面是库名 后面表明 就得了啊 在oracle里 那个scammer表 用户点什么什么 这mrdb用的是 用的是这个 就是库名加表明啊 那么 对他授权 然后呢 给哪个用户 比如说给谁啊 给亲爱的这个 localhost 给他 授个权 给他授个权 那看一遍这语法啊 授权 授什么权 授查询权限 对于哪个数据库的 哪张表 给哪个用户啊 这么写啊 这么写 授权完了之后 一般情况下 是马上就生效了 如果在生产之中 有时候没有马上生效 你可以执行一个flash啊 privileges 刷新一下这个权限表啊 刷新一下系统的权限 那个表啊 刷一下 一般不用刷 一般马上就能生效啊 这个时候你在买circule -u root-p啊 注意啊 你授权的是本地登录的啊 进来 123456 啊 show database 看一眼 你看 你是不是能够查询了 啊 能够查询scout的吧 能够看了 能够看着了 反正现在 我看一眼 我是用情 不是 我还说怎么多这么多 用情进来啊 用情这个用户进来 show database 你看 你看 你是不是能看上scout的 是吧 多看到一个scout的 那咱们进去看看 能不能看里边的东西啊 诱字一下scout 啊 啊 啊